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我是玛丽欧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端传媒 这样子成立于2015年的网络媒体 张洁平是我们今天的来宾 他曾经参与创办端传媒的筹备过程 并同时接下了总编辑这个职务 他在访谈中提到过 加入端传媒 让他从原本比较第三方观察世界记者的身份 转变为跳入水中参与其中 成为他生命很重要的转变时刻 2018年他另外去创办了去中心化的内容创作 与公共讨论平台Matters 希望为内容创作者搭建一个更公平的平台 2021年他开始在台湾Longestay 并在今年也就是2022年的4月 于台北西门町开了一间 以香港为主题的独立书店 店名叫做非地 No Where 我自己的感觉是端传媒在杰评的职压当中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从端传媒的创立开始 也谈到了端 从一开始比较大的规模营运 到两年多三年左右进行推动订阅制的转型 讨论了他们所谓的大端转小端之后的变化 接着我们讨论了他2018年的创业内容Matters 这个去中心化追求空空空间 还有所谓IP金融化的这样一个产品服务是什么 另外还有一直贯穿他很多想法 还有理念的他者这个视角跟观点是从何而来 最后只是聊到他现在经营的这个书店Fady 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现在经营Fady 依然像是在经营一个媒体呢 最后最后我们要来呼吁大家订阅按赞和分享 马利欧陪你喝一杯 你可以到Apple Podcast和Spotify 给我们五星推报还有留言 也可以在脸书以及IG上面留言或分享或tag我们 因为每一个人的鼓励都是让我们持续制作这部分最棒的动力 来挑战一下可以多快地念完这一段 听完了吗 你要去订阅了吗 你要去分享了吗 那我们下来欢迎张洁平 我这样看你的这个生涯发展来讲 这个端传媒的对你的影响感觉是挺剧烈的 就对你的之后的一些影响变化感觉蛮大的 你会这样看吗 就是挺关键的吧 挺critical的 对大小我现在觉得是历史还不够长 不够不够感觉得到 但我觉得是一个好像很不恰切的比喻 就好像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在香港后来的十年 社会运动的那个记忆很深刻 我觉得就像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对于香港一样 就是上一个阶段的一次大爆发 对我来说是媒体经验的就是一次大爆发就是所有的你把使出浑身结束就是所有的能用的能量跟能力跟全部都开发出来的一次大爆发 然后后面就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 所以那是就是上一次的一次大爆发 你觉得那个关键就是大爆发 你现在回头看对于你未来的想法或是后来对于媒体的想法 有没有哪些比较明确的转变呢 我觉得对我的个人应该是三个层面吧 就对我很personal的层面 个人的层面 然后对我学习组织跟管理一个团队这个层面 还有对媒体的理解 就是这三个层面都有挺根本的变化的 因为在端之前虽然也做过一些管理工作 然后也做过一些半创业的项目 但是都没有端这么大的规模 也没有那么强的自觉 就是说我要创造一个什么东西 在这之前我性格跟我的工作的方式都比较记者 就是因为记者的方式是你可以贴得非常近 但是你永远都是个旁观者嘛 你就是一个客观的在岸边 哪怕你的鼻子已经凑到那个水面上 但你还是站在岸上去观察水里的变化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 基本上是从端开始才是跳到水里这样子 但是是第一次跳进水里了 然后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熟悉的水域 所以是一个很 如果用那个我喜欢的哲学家 那个哈纳厄兰的话说 就是这是一个从work到action的一个变化 就是从工作到行动这样子 对端在个人层面是这样子了 那当然包括也是从端开始 就当你开始要主动的采取一个行动 要去创造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好像很自觉的就开始学习怎么样找人 找到对的人去把这些资源最大化 然后什么样的方向才是能让这些资源回来的 就是我其实才开始主动的开始想这些问题 就因为想做这些 因为想让这件事情发生 对所以其实这个意义上是蛮大的影响 那当然回到媒体 对媒体这个产业本身的知识 认识 那也因为我的角色不再是一个 第一线的记录者而已 而是一个刚刚说的这个 你要去思考资源怎么调配啊 怎么收集怎么再回来的这个角色 就比较有一个相对有一个宏观视野 去看媒体这个产业 那当然也就会瞬间发现 以前你只是作为记者不会发现的问题了 对就包含什么大家都已经讲烂了的 这个媒体的商业模式啊 然后传统新闻媒体的商业模式的 这个broken啊 然后平台经济啊等等等等 就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 站在这个位置上才浮现出来的 对 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这些 你刚刚讲比较宏观的观察 大概开始做端大概多久的时间 开始有感觉的 一年左右吧 一年左右的时间 对当然也是因为很快的发现 因为端的定位比较特别 端是定位在一个跨区域的华文媒体嘛 然后跨区域的媒体 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广告一定是很难做的 因为广告是非常localized的 这个广告商的这个 希望凝结的注意力是非常localized 所以变成你一个跨区域的媒体 但是你在每一个区域的分量都不够大的时候 其实广告是几乎就是很困难的 当然钱一开始的时候 集中精力在想要把内容做好 但当然很快就开始面对到这个压力 就是好像有一些品牌 有一些知名度 也有些影响力 但是你的流量 因为你的内容的这个定位 其实是不是一个做流量 端不是做流量生意的 然后但你的品牌也没有办法换来广告商的这个投入 那对就钱从哪来 花了这么多钱 钱从哪里来 那其实就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想 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我以前工作过的媒体 虽然我的角色不同 但我也没觉得这些媒体担心过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传统媒体到现在就 这个问题这么的严重 然后当然后来就渐渐发现 原来所有的广告都其实已经被平台拿走了 很合理 因为读者都在平台上 读者根本不在媒体 读者的注意力不会粘着在媒体上 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东西大概就是在 没有广告的时候开始浮现出来的吧 那所以你在端的时候 你除了内容部分 其实营运部分你也要花时间在上面 其实一开始就是在端转型 做会员制之前是不用的 我就基本上是主要做 我就是只负责内容 但是因为营运的压力 所以一定会传导回编辑部嘛 就是那你可能需要去聘用一些额外的人力 去做当时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原生广告啊 native advertisement 或者等等等等这种方式 然后因为你站在一个管理者的角度 你也是理解这件事 我不会站在记者的角度觉得 我是来做新闻的 为什么要让我做这个 那对 所以基本上是编辑部 其实是很难不处在 这个公司营运的压力中间的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知道其实端一开始在做 当然很棒的内容 然后口碑很好 然后开始 我那时候有听闻一些 还是我那时候跟你聊的时候 聊到你们开始做刚刚讲这个原生广告啊 一些品牌什么口碑 其实都还不错 但是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当你们开始意识到 好这个东西的确 要靠流量或靠广告变现 的确难度对于端来讲挺大的 那最后转换成做内容付费这件事情 转换成会员制 对订阅那件事情 订阅是一个很突然的转变 虽然我现在 当然我现在已经不能代表端了 我只能就是讲我自己经历过的 这个转变 我觉得现在回头想来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非常巨大的压力 其实就是当时应该端 基本上处在一个类似于 资金链断裂的状态嘛 就是端之前的模式是融资嘛 就不断的融资 然后希望能够把品牌和流量做起来 然后但是融资 一方面当然有市场的压力 因为你作为一个流量不够大 不够那么主流 然后品牌又很难吸引到广告 其实投资人当然是会犹豫的 这是一个原因 但另外一个当然很重要的原因是端 作为一个华文媒体 然后在香港 然后又就是你还是不断不断的 要面对到跟中国之间的 这个政治的压力 因为很多内容也是 至少从来不做自我审查吧 就这一点是确实的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 会给很多华语背景的投资人 带来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也常常会面临到 投资人就是一切都很好 最后就不投了的这个状况 对 那2017年年初 就是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一切都很好 就是说了大概半年 所有连滴滴什么全部都做完了 禁掉了 所有的东西就合约签到 一方已经签了字 另一方就突然 突然drop的这个状况 那这种状况就是导致 前面其实因为 本来板上钉钉 所以其实没有为这次的 落空做太多的准备 那导致 等于对公司来说 资金链一下子就断裂了 然后所以当时的那个moment 其实是投资人吧 老板跟我之间就是在讨论 其实是在讨论选项 要不要继续做下去的 因为现实来说 你从这个公司账户上的 这个数字来说 就是理性上来说 就不要做下去了 因为就已经没有 就是literally就没有钱了 那但当然我自己吧 包括我们我想都是 挺不甘心的嘛 就是觉得 那不然最后试一下 然后所以我就想到 会员制跟订阅制 是很直觉的 就是是从那个 实际经验中间 很直觉的得到的反应 就说白了 你一个品牌做了三年 然后你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这件事情到底谁决定 是你凭着一个执念来决定吗 但你烧的是别人的钱 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 对 然后那如果投资人 也没有这么强烈的决心 那只有一个角色 可以做决定 就是读者 读者愿不愿意支持你 真金白银的支持你 做下去 然后以及读者到底需不需要你 到底你是在自嗨 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 好像很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发起一次 招募会员的行动 或者是募资 或者是订阅的行动 然后结果你可能 只有五百个订阅会员 真的就不要做下去了 因为何必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 事实就会证明读者 并不真的需要你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 谁来决定端能不能走下去 其实最后一定是读者了 那所以其实刚刚说的内容付费 我们一开始想的并不是内容付费 而是就是你得有会员 你得有愿意用行动展现对你支持的读者 那他们叫做什么 叫做订阅 对吧 然后那订阅的话 那当然你得区分出这些读者 跟普通的只是看一看的读者之间的区别 那就是我的内容 就只给订户看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自下而上的 从经验里边得出的这么一个选择 而不是说看了很多的商业模式的分析 觉得媒体应该往订阅者的方向走 其实不是的 但最初就是当时 我记得第一次 就是在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 就是端应该就是写了一篇文章说 因为当时端的事情有上新闻嘛 端就写了一篇文章说 我们反正走不下去了 然后但是我们还不想放弃 然后我们希望你跟我们一起走下去之类的 然后大概其实就已经有差不多一千多个人 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就直接给钱 对 然后订阅的福利到底是什么 也都还没有说清楚 然后再一波就是跟贝壳放大合作 做的那个群目 那那个群目也不是说捐钱 就是说那就是招募第一批订阅会员 然后大概在那一次之后 有个将近三四千人的会员 然后我们就觉得 还值得做下去 因为毕竟在你说不行了的时候 有三四千人就直接掏钱 那就说明你做东西对他们是有价值的 那那就值得做下去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们当初在提出说 好了我们就试试看订阅 对市场发出一个呼喊嘛 我们就是说那你到底要不要 call to action 对 那你们那时候心中有一个觉得门槛的数字吗 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但理性上来说 我觉得三千人是比较接近 我觉得可以做下去的 因为虽然说我们有很多个 这个一千个铁杆粉丝这种理论 但是因为对深度报道来说 它的生产过程还是奢侈的 就是它是高成本的 它不是一个一个人的podcast 或者是一个人的电子报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们当时如果算成本的话 至少是三千个人 其实这件事情才是sustainable的 就是才是有sustainable的可能性这样子 所以后来等于是反正超过三千个人 就这个东西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但是我印象中 其实那时候也是有把规模缩减 不像最一开始 缩了很多 从差不多七十个人减到二十个人吧 一个星期之内 这个缩减的时候 你们所以等于说聚焦的内容也变不一样了 就以前七十个人可以做的内容 跟二十个人可以做的内容肯定不一样了 那你们那时候的调整是什么呢 就是当七十个人变二十个人的时候 你们想说我们要留什么 或者说哪些东西我们可能会先不要 那时候怎么想的 你的问题都很核心 对 然后我觉得当时就是我们确实有讨论 就是端的 其实当时因为时间真的很仓促 就是不然的话 更好的方式 其实你应该跟一开始就给钱的那一千个人 几百个人去交流嘛 问卷对吧 完全来不及 对因为你就面临着谁要走谁要留 然后留下来的人 就是你心目中可能还想留一个小团队 但他们还愿不愿意留又是个问题 就是所有的时间在内部的这个纷争上都没有办法 来得及顾虑读者了 但是我们有研究 就是端应该是说 其实那个时候说实话也没有真的看流量 就是我们有最初创办端的时候 就是端最有特色的区别于其他媒体的王牌内容 是什么 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去厘清 那比较强的其实当然是深度专题了 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让重的更重 轻的更轻 你简单来说调整就是这样 因为如果以前在大端比较大规模的时候 可能一天会出个十几篇文章 然后但也没有很大 好像相对于很多媒体来说 但是转转型成小小端的时候 其实一天就是一到三篇文章 其实就是这个量的对比 那原来十几篇文章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有很多新闻不能漏 对吧 虽然我没有什么独家的 我也没有什么太有 相比别人更有insights 但是人家都有你不能漏 那这些有很多 但是到一到三 每天一到三篇文章的时候 那就已经不在乎漏了 只在乎我们要做什么 哪些是我们最核心的 那两岸三地的深度专题 然后但这个深度专题是有某一种 两岸三地视角的深度专题 然后还有一些相对比较特色的专栏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能凸显端的气质的 比如说有一个专栏叫异乡人 因为端的读者群 很明显的特征就是 有移动经验的人是非常的多 所以异乡人就是这种流动的 离散的经验 很符合端的读者所关怀的这个气质 然后另外我记得还有一个有趣的是 Game On 就是专门做游戏的 就是有一点像是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边 去讨论这个世界观的问题就等等 就是会保留一些特色栏目 但总的来说就是所有的人力 都投下去做专题 所以事实上端 转型成小规模的端 就是我们自己叫大端 转小端之后 得的新闻奖的数量 是比之前多了好几倍的 对就是你看到团队 虽然从70个人变成20个人 但是就是开始频繁的拿奖 因为你精力就全部都放在 你最擅长的事情上 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除了当然缩减人力 这是一个痛苦的经验嘛 那但是有没有什么内容上的经验 操作上的经验 比如说包含了沟通啊 开会啊 定题啊 写作啊等等 这种类型的转变是比较剧烈的 就当然变少了是肯定的 然后聚焦是肯定的 但是在日常day to day的一些影运上面 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对我只能讲我的经验 因为后来有又经历过两位总编辑嘛 那每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 呃我因为我刚好经历这个转变的经验 我觉得70个人 因为端最大规模的时候是90个人的团队 就是一个团队 就是你看很多管理学的书一定知道 反正一旦超过50个人 他的管理方法跟50个人以下团队就很不一样了 呃90个人的团队 70个人团队很难非常平行 就是很难彻底平行跟透明 不容易 就是如果你就算是用slack 然后用所有的这种试图让内部讨论更公开的工具 都很困难 因为他最终人超过10个人一起开会 就这个效率已经很难控制了嘛 所以基本上你还是会形成一个一个的group 所以在端比较规模比较大的时候 从选题上来说就是中国香港台湾国际 这四个组还有文化 这五个组是各自开会去讨论各自的题的 然后那大家上报到编辑台的时候 就只能经过总编辑或者是一些最简单的讨论 就已经基本上定案了 但是小端的时候就是所有的每个组其实只有两个人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所有的组是混在一起开会的 然后呢这个开会可能包含从线上先报题 再初步讨论 然后到会议室去进一步的针对大家已经提出的问题去讨论 那这个过程挺有趣的 因为就是这是第一次非常不同地 因为台湾香港 我们最初坚持台湾香港中国跟国际要招各自的在地经验的人 对所以就是才其实到小端时代应该才会第一次有机会 台湾香港跟中国的同事坐在一起 然后大量的讨论 然后比如说香港同事报一个题的时候 会去问台湾同事你听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就是这个角度你觉得你感不感兴趣 那从台湾的角度看你感兴趣的这个故事的角度会是什么 或者是说也许你觉得整个故事不感兴趣 你就是想看一个香港的别的事情 就是这些讨论大量的发生 对所以我觉得我后来也跟很多同事聊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在端有趣的经验 除了把这些东西做成作品之外 更有趣的经验就是他们确实是在端才认识了这么多 其他地方的人 对而且因为大家讨论选题是一个价值观和那个视角碰撞的过程 然后你其实慢慢的就是当你有这样讨论之后 每一个组的人去写自己故事的时候脑子里 我相信你在写稿的时候你脑子里就会想象香港的读者会看不懂啊 台湾读者可能会对这个词敏感啊 就是大家就会有各种其他的他者的视角进来 对 我刚刚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等于你们是从大缩小吗 对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开始是反过来的话 对对当然有 你觉得会是就想象来讲 假设一开始是你刚刚讲的 我们还是一样的目标我们想要做两岸三地 然后华文的跨领域的一些内容 然后他的议题的碰撞跟讨论 但是还是一样就是 我中港台就是各招两个人 然后可能在什么国际文化也是各招两个人 加一些图像设计等等等等 就可能是维持在一个15个人左右的内容团队 去开动这个车的话 你觉得差别会在哪里 我回头想当然会觉得就好像我后来离开端 自己做Metas开始之后 其实倒过来想的话 当然会觉得从小开始做出一个最精准的prototype 对吧 然后你把它在就是就好比说你建一个 你要造一辆好像创业圈很经典的说法 你要造一辆四轮的车 四轮的汽车 你并不是说先造一个轮子 再造一个轮子 再造一个轮子 你是先造一辆自行车 能骑再说 只要能动 不管多难看 然后慢慢慢慢你就一边跑 一边把它改造成一辆四轮车 就是这个时候来创业才开始学到的方法 那回头想当然是觉得这样的方法是有道理的 就是一定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总体来说 会对你整个的成本控制 跟团队每个人都在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但问题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叫什么就是这个不能事后诸葛亮 我觉得端一开始铺的比较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好处是 它确实 因为我觉得会员制比较特别 订阅制是真的很看品牌的 我觉得在早期如果你资源有限 然后要造那个轮子 就是要造那个能跑的车 不管它多丑的状况下 同时要在早一点的时候去发展订阅制 其实是这个难度是大的 因为这个难度并不比一下子的这个阵痛来的小 应该总之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端花了前两到三年的时间去做相对比较奢侈的尝试 其实它的好处就是在那一刻端说 要对他的这个沉默的读者call to action的时候 有三千个人愿意跳出来 是因为前面三年 其实大家看你花了这么多的资源 然后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大家的那个愿意行动的那个点在于 大家看得到你花下去的资源 因为端包括从影像到网站 再到就是所有的细节 其实都是看得出来是花了钱的 花成本的 然后但另一方面 大家会觉得你的资源并没有乱花 就是因为这些钱花下去 是真的会让它提升读者体验的 就是提升读者对这个议题的 不管是感受还是全面的理解的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才有可能在那一刻要转型的时候 call到三千个以上的读者 不然的话 其实你看很多媒体 如果它是做的比较daily news 相对不太有特色的很多媒体 其实都很失败 就是在它转型成订阅制的时候 call不到什么人 我觉得跟前面的这个投入是有关系的 不过当然反过来讲 就是像刚刚讲的大端的时候 你们需要的call to action 你们觉得三千可能是一个比较OK的数字 但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反过来 或许的确就是 如果从15个人开始弄到那时候 是啦 那时候可能100个人就够了 对 100或500个人就 可以撑得下去了 然后再继续走 所以以创业圈这十年来 比较流行的概念 还是是 精益创业 后面这个方式是比较流行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 真的比较对得起投资人 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 你永远在一个 成本跟收益都可控的状况下 就算出了什么问题 你也知道问题在哪 你可以去修正 不然铺得很大的话 其实就是太多的问题 同时涌现 其实你也无法精准定位了 OK 通常都会请来宾 跟我们分享 喝酒的故事 就是 对看你喜欢 喝 比如说你喜欢喝什么也可以 喝酒的一个故事也可以 或者是 反正任何跟喝酒有关的都行 你要不你先讲一个 我 你是因为开心喝还是不开心喝 你是有这种分的吗 没有 我是每天喝 当饮料喝 对 因为我觉得开心喝 或是不开心喝 好像都 都挺怪的 开心喝 有些时候你就会喝过头 不开心喝 你也可能喝过头 不开心当然 应该都 这两者应该都是追求喝过头吧 对啊 那我 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喝过头 我 我觉得就是一个 很正常 真的就是饮料而已 是 对对 我也不用吃东西的 有些人喝酒要配东西的 我也不用配东西 所以你是喜欢酒的味道 从一开始 我喜欢 所有酒的 我喜欢酒的故事 我喜欢酒的 背后的一些东西 但同样的酒本身的味道 我也喜欢 对 所以我喜欢酒的本体 跟它周围的所有周边产物 可是酒 你一开始就是这样吗 还是是喝着喝着 对才慢慢的 一个酒鬼的养成之路 对对 因为它跟 虽然好像不应该把它比成中药 就是它跟 它不是一个 正常人 在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时候 就会天然喜欢的味道嘛 就理论上是 嗯 我觉得它是 小朋友很难喜欢 它是在 对 因为小朋友可能 对甜的味道 比较容易接受 嗯 所以很多人第一次 尝那个啤酒的时候 就觉得 哇天啊 那么苦啊 对 然后如果是烈酒的话 可能觉得它很辣 嗯嗯嗯 不要容易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我就是 三十岁之后 我三十岁之前 其实不太喝酒 嗯嗯嗯嗯 跟很多人不太一样 大部分人可能就是 年轻的时候 开始好饮畅饮 这样子 哦哦 尤其是可能 大学念书的时候 对 我是三十岁之后 才开始喝酒 哦哦 对比较特别一点 哦那你有开始 听古典音乐吗 没有 哈哈哈哈 没有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某一种 老灵魂会做的事情 哦其实我 我听爵士嘛 对对对 那古典就 的确是比较少 我没有 我后来 其实也没有排斥 我其实高中的时候 是我 接触最多 音乐跟不同文化的 嗯 的气蒙 开始 嗯嗯嗯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也买了很多的 相关那时候是CD嘛 就买了很多相关的CD 嗯嗯嗯 那只是 当时可能听一听 后来喜欢的 还是比较偏摇滚 就那个时候了 对 暖场结束了 好啊你啊 接入一个记者采访状态 嗯我 对我 我可能跟你有点像 就是 我应该也是在年纪 比较 大的时候 就是 嗯 比较 我不太记得 具体是什么时候 但是就是开始 喜欢喝酒的话 可能是就是 威士忌跟红酒 嗯 我在这之前 就是在我真的 喜欢喝红酒 或者威士忌之前 我比较是功能性的喝酒 就是 社交性的喝酒 不不不 功能性是想要让自己喝醉 喝醉哦 对对对 这种功能性就是 啊中国太痛苦了 嗯 哦 这个心情太糟了 然后啊失恋了 对吧 一定要把自己灌醉 是这个状况 然后在这之外 我其实不会主动喝酒 但是好像也就是 这五六年开始 有 好像有开始真的喜欢 威士忌或者是红酒 说不清楚原因 就是那个味道的 那个层次感 我 我确实在同一个时期 开始喜欢听古典音乐 然后和开始看一些 自己小的时候 没有那么喜欢的 长篇的古典小说 嗯 然后就好像是因为 生活的丰富 就是层次多到 呃好像开始同样理解 这种层次很多的东西 它的那个表面的口感 并不是那么让人愉快 但是层次很多的那个 好像跟酒获得了某种共鸣吧 大概是这样 OK 所以你会一边和一边听古典音乐 呃也没有那么多啦 哈哈 然后再拿一本 是空梦是吧 并没有 但我会在写文写稿的时候 喝喝一点点 对对对 然后如果跟朋友去酒吧 也会喝一点点这样子 就会喝 但以前是真的比较功能性的 是真的就是 心情很痛苦 然后就会去 直接狂喝 然后喝醉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回到那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 端的那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是吸引到你投入进去 然后加入呢 因为你那时候其实 嗯 这个产业大概也是十年左右 那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有经验 然后待过 呃也不错的媒体 然后也开始 呃自己写专栏 等等等等的 那那时候 呃你觉得是什么样原因 那时候找上你 然后你那时候什么样原因 嗯 最后选择加入呢 是投资人找到我的啦 投资人找我 但他找我当时 并不是总编辑的 这个角色 比较是一个 呃 有点像是 可能你可以理解为 一个执行主编吧 就是一个 所以我一开始 在端第一年的title 其实是挂执行主编的 虽然一直都没有总编辑 对 然后呃 那个状况 比较像是 他想要做一个 他的那个想法 很很含糊 就是我想做一个 华人的 最好的媒体 这样子 呃 但我理解这个 我觉得当时有很多 他也问过很多人 我相信 呃 在新闻圈工作了很多年的人 可能会对这样的理想 嗤之以鼻 呃 因为 在端之前 你可以想象 我 反正我 我是有很多人警告过我 就是 做一个泛华语的媒体 跨区域的媒体 是不会成功的 嗯 有非常多的 呃 越资深的新闻人 越这样子警告你 对 因为 对啊 因为就是 因为他就是不会成功 就是因为没有人成功过 没有人做出来过 然后大家都想做 但没有人做出来过 因为这几个地方的关怀 如此之不同 对吧 市场很不同 然后又挣不到广告 就大家 我觉得越有经验的人 越容易被这样的想法 就是越容易拒绝这样的想法 那投资人本身是一个 没有媒体经验的人 但他就是从读者的角度说 哦 我在美国 对吧 就是这么多 有能力讲华语的人 但是大家都只能看纽约时报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 华语版的纽约时报等等 就是很朴素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直觉的想法是很对的 然后我自己以前的经验 在亚洲周刊或者什么 其实一直都 或者跟我个人的成长和生活经验有关吧 我一直也是处在这种 移动的 in between的这个状态 我也一直觉得 为什么不能有 然后我知道 对新闻界的前辈来说 就这个没人 真的是没人成功过在端之前 然后但是我觉得 投资人既然有资源 对吧 然后他也这么想 然后但他的想法又很抽象 具体怎么做 他不知道 所以对我来说有空间 既然有资源 既然有空间 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 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因为当时端 我后来回头想 才意识到端做了很多 很超前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大量的同事 是在远程办公 然后因为为了要找多 各个地方在地的同事 然后是一个相对比较 分布式的运作方法 然后去做一个跨区域的媒体等等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年轻吧 就是所以没有太多的教训 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 既然大家都需要 它一定应该可以做成 然后只是说 至于怎么挣钱 反正大家都需要 就说明有这个需求 有需求总是能挣到钱的吧 就当时也没想太多 那后来意识到说 所谓的大家需要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最好的 做订阅制跟会员制的这个基础 对我觉得我就是应该没有太多的包袱 所以答应他了 我在一些其他的访问里有讲过 我觉得在那个moment 对我来说也比较特别 也刚好是2015年的1月份吧 那个老板找我的时候 然后他同时其实还找了其他人 然后其他人都在犹豫 我也知道他找的其他人是谁 如果不是因为他找了这些人的话 我可能不会这么勇敢的答应 因为对我来说 当时在这端之前最多带过的团队是10个人 然后老板跟我说他要找150个人 然后我当时他本来还要办报纸好吗 办日报是我真的是硬拦下来的 那本来是想要做一份端报的 我们甚至还试出过 我们还打过样 然后anyway就是 其实他本来要找其他人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种很强烈的 你不能把资源让给这些人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 也不是不好 不能 我应该很直接的说就是不好 就是真的不好 而且而且我觉得不对 在这样这个此时此刻的香港 如果是这些人来使用这些资源 这个方向不对 但我觉得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是雨伞运动 刚结束大概一个月吧 然后我自己是在雨伞运动的时候 2014年香港这个最大的社会运动的时候 刚好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身份 然后就是全程的采访 这个也是利用这个 其实是用这个机会来重新认识香港 我在这之前并不真的那么熟香港的历史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 我觉得一直到雨伞运动 最后雨伞运动是一场持续了79天的占领嘛 然后到最后那一天 它是一个和平清场的状况 然后有很多人没有 应该是说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知行合一 所以就是最后坐下来在那个广场上 等于是主动被捕的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我那一刻对我的 我觉得对我的政治观念 政治观念并不是指我蓝或者绿 或者是左或者右 而是我觉得那一刻对我的震撼蛮大的 就是你看着你这79天来朝夕相处的被采访对象 然后你甚至觉得你跟他们已经是朋友了 坐下来 然后你站在旁边 然后就像那个摩西分开大海一样 然后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叫 站在岸上的人跟跳进水里的人 然后他们都非常理解 然后他们就他们看着我的眼神 就是都是没事的 你赶快走这样子 不要让警察抓到 因为你可能比如家人还在大陆啊 或者是什么 反正你的中国身份会有很多负类这样子 他们都越理解 我就越觉得非常的 甚至都不是愧疚 我觉得那一刻的感觉非常的耻辱 就那一刻是一个很 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一个时刻 就是在这79天里 我甚至以为自己跟他们成为了朋友 我认同他们的价值观 我也认同这场运动的价值观 如果我只讲执行合一的话 我应该坐下来 然后我为什么不 然后我当然有很多的理由 我可以说我是个记者 我是要保持自己客观中立的旁观的身份 我可以说我是家乡在中国 所以我的代价可能会比他们大 但我心里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借口 就是没有办法坐下来在那一刻 然后但但这一刻对我的 我觉得心里的影响挺深的 但我后来有想过这件事 我有很反反复复的想过这个场景 后来我有理解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我不是那种 在社会运动里边可以 就是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的战场不在街头 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 在社会运动里 真的可以做到这一步的人 也可 我现在不敢说的这么死 但是至少那个时候是不行的 我也得只能接受这一点 我就是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希望在我的战场 可以多一点行动 而不只是旁观 那我的战场是什么 我的战场在那个时候是媒体 所以我觉得对 当端这个邀约出现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警告我 包含钱从哪来的 对吧 然后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出现 你为什么相信他 然后那你要 因为他没有老板没有媒体经验 所以相当于所有的人 都是要用我自己的资源 给人脉去请 就相当于我是all in 这个媒体 那而且老板因为不是媒体人 所以也没有credit 所以就是变成我也要 用我当时仅有的一点credit 来为这个媒体背书 等等等等 其实所有的长辈都在劝阻 我不要做这么这件事情 但我当时就觉得 那我就是已经不想 再做一个旁观者了 我想如果有一个机会 然后有一笔资源 我不想把它浪费掉 如果这笔资源有机会 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我想要试试看 所以真的是带着一个 take action的这个心情 去接下这几件事情的 如果不是因为雨伞运动 我觉得我不会敢接这么重的 就这么 就是在 其实很多事情 还不清楚的情况下 就all in这件事情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那时候 你还在另外一家媒体的话 你觉得这个选择应该是 我觉得至少我不会做总编辑 就至少我不会做这个 负最高责任的人 我可能会去 那你反正薪水好嘛 那我就去 对吧 继续做一个记者 或者是做一个编辑这样子 OK 好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然后一路走下来 那 后来当然就是 又另外弄了一个项目 就是Matters 那是到什么样一个程度的时候 有这个Matters的想法 跟就是一样 其实那等于就是 你还是all in的嘛 就是你又做另外一个 行动上演了 可能是过动吧 对 就是你又做了一个 很大幅度的挑战跟转换 那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 开始过程呢 这个当时是 端那个时候已经走上会员制 就是已经开始走 订阅这条路了 然后商业模式比较清晰 虽然还没有到break even 或者是偶尔有一个月可以吧 他没有到整体的break even 那他的商业模式清晰了 然后知道 这也是最适合端的 然后也不太有其他的 就是应该要把这条路走好 然后 但因为我在思考这个的过程中 就刚才讲到 就开始思考这个平台经济啊 然后这什么演算法呀 然后这些广告模式啊 商业模式 就我以前在做记者的思维里边 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然后当我开始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是当然会不断不断的看文章 然后我也会在想说 那除了 我们都知道广告已经被 人们的注意力全部都在 脸书 Google Twitter 这几个大的平台上 那然后这几个平台上 很明显可以看到的是 我觉得传统媒体人才会关心的 公共空间的死亡 就是公共空间的消失 大家进入一个一个 每个人可能都觉得挺舒适 但是彼此打起来就非常恐怖的 这个同温层 那以前媒体的这个扮演的 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角色 其实是在这个平台上 是没有存活之地的 那但是从政治现实来说 人们不需要公共空间吗 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很糟糕的结果了 不管是政治的计划还是什么 我脑子里就在想这些问题 然后那有点像是 把我自己身处的这个产业 当成一个问题去仔细地去想 那当然就会想到 那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就除了平台之外 难道没有任何在互联网世界上 重建公共空间的可能吗 所以我那个起点 其实是公共空间 就起点其实是这个广场 这个时候就看到了一些 区块链的文章 那是2017年底吧 2018年 我也有一些朋友 早期的工程师的朋友 他们在很早期的时候 有投身在区块链的这个 其实那时候都还主要叫 Dweb吧 就是去中心网络 就是这种去中心化技术的这些 然后他们也会发给我一些文章 然后觉得 这个很有意思 我不懂技术 我不懂 应该说我不懂代码 但我理解他们要做的事情 是从产品的底层 去改造这个互联网 从产权的角度 去改造互联网 就是从这个最最最底层 怎么样 所谓的中心化跟去中心化 我自己是学经济学的 你就像 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 这是一场互联网的土地革命 你怎么样去 让一个城市的样态 是一个分散的 还是集中的 让一个国家的样态 是罗马 还是蒙古 还是中国 其实那个背后跟土地的产权 有很大的 很根本的关系 虽然产权这件事情很抽象 我有明白到这个技术的潜力 但也知道这个潜力 当然距离到它能挑战 现在的 我不觉得它能替代 我觉得它能够成为 另外一个option 能到直接被用户应用 其实还有非常长的距离 但是我其实是有被这个远程 远期的这个核心的改变 带来的愿景 所很深的打动到的 因为其他的问题都 比如说你媒体想尽办法的去在 把自己的内容变得更加通俗 做视频对吧 做音频 然后做所有的去吸引注意力的可能 其实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根本的游戏规则了 你还是在跟着这个平台经济跟注意力经济的循环来转 所以对我来说 当时那个根本性的改变的条件出现了 我就很兴奋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个方向 那但这个方向一样离我过去的经验差别太远了 就是但我我觉得一个新的 一个特别新的方向出现的一个好处是 所有人都没有经验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人去做实验跟做探索 然后因为我当时的兴趣 或者是我的思考方向真的就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但我觉得端不能随便动 就是端已经很脆弱了 在那个时候大端转小端 就好不容易在这个订阅制站稳脚跟 我不可能说我把端推向一个 在那个时候就推向一个像Metas一样的社群平台 我觉得那个不对 然后因为读者 这也违反了读者的需求 那所以就想说 那其实可以再做一个project 但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时候刚好是18年的前三四个月吧 就是17年底到18年初 有点像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是一个牛市 是一个风口 所有的人都在讲区块链 所有的资本 然后你就看见很多钱在天上飘 你说ICO那个阶段 对对对对对 然后很多钱在天上飘 那对我来说 我在端学到的经验就是 有资源 赶快拿 有资源出现的时候 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下一次不知道在哪 对因为有资源出现的时候 你才能去有余裕去做这个实验嘛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为什么是2018年的4月份5月份 就是正式成立Metas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资源 然后因为7 8月份 就又重新进入熊市了嘛 所以我们就赶上了一个牛市的尾巴 拿到了启动的资金这样子 那我知道你后来就是决定 把这个总编辑交出去嘛 然后你才可以比较全新的去 投入Metas这个project 那当初你对于 或者说你们这样子一起做的人 对于Metas的想象是什么 然后那从你刚刚讲18年4月 那时候比如说一开始做 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封册啊 然后到现在已经2022年的6月了 它已经过了4年了 4年了对 那以一个创业项目来讲 其实4年算是挺长的一段时间 那你觉得从18年开始到现在的变化 跟你可以这样描述这整段过程到现在吗 你一开始说那个一起做的人 是指Metas的人 Metas的人 OK 因为我开始做Metas的时候 我甚至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对我觉得我只是 我现在都很难 我现在老实说我回头想 我都不是很理解 到底为什么就直接跳下去了 因为我真的我甚至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我也你当时让我问我要做一个什么产品 根本都还没到产品层面 我只是觉得 现在这个新的 因为你想要一个公共空间的产品是什么 这好难理解 我们当时看过很多知乎啊 对吧 然后那个Reddit 然后我想说我们是要做一个架在区块链上的BBS吗 听起来一点都不性感 怎么办 然后等等等等 就是想过很多 但我觉得我也是经历过前面的经历 就是我是很坚信一定要做了才会知道的 就我不觉得这些问题是能够坐在那里想 能想出来的 我就是我是很相信 真的一定要行动了 犯错了 然后或者是撞墙了 你才会知道问题是什么 所以你要说 我觉得Metas对我来说 用真的是用四年 可能三年左右的时间吧 就是了解了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那个聚焦那个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件不会浪费的事情 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 不管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核心形态是什么 相信这件事情 需要这个公共空间的社群是最关键的 就是用户是最关键的 所以这也是Metas跟很多很多的区块链 跟币圈的项目最不同的一点 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有用户的 虽然可能很多人会说 你的项目没有那么的web3 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比较接近在web2跟web3之间 它不是彻底的去中心化 那时候也没有不太有web3这样子的讨论 那时候说就不够去中心化嘛 就你还是有个中心化的服务器啊等等 虽然我们每篇文章都存在去中心的网络上等等 但是当然会有一些原教职主义者 会说你这个不够去中心化 但从我的角度跟我们团队的角度 就是一开始一定要先找到一群 首先对这个愿景感兴趣的人 然后对这个互联网世界 未来的公共空间 人们怎么样可以既独立又自由的 能够摆脱平台的载质 我觉得这群人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 真的是少数的项目 就一开始就有用户 并且不停不停地在积累这个用户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形容Metas在那个时候相对比较模糊的时候 是个社群产品 就是社群本身是我们的产品 然后也确实是在一个 就你刚才讲到的 我们在非常阳春的界面下 就开始开放给用户用 哪怕也都知道很不好用了 然后各种功能都没有 但是你哪怕有一百个人都是好的 一百个人卷动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到一万个人 那现在Metas大概是十万个注册的用写作者这样的一个量级 然后这四年的过程中 我觉得定位清楚了问题 我觉得还是回到最初的这个产权 至少对我现在来说 我觉得我比较理解我们想要的这个生态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个创作者经济的这个 创作者经济或者创作有价这回事的重点 到底是什么 是说你发一个币来割韭菜吗 还是说读者直接给作者付费吗 还是说 然后应该是说经过这三年 我觉得都不是 就是上述的这些答案都不是答案 因为如果是读者直接给作者付费的话 你其实patreon就可以了 substack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web2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了 然后如果是说只是做一个社群的话 那你就开一个telegram group就可以了 干嘛要搞那么复杂 还discord等等 对我觉得是一个 我自己把它称为从creator economy到shareholder economy 或者stakeholder economy的一个转型 就是以前的是说创作者经济是创作者为核心嘛 那不管这个创作者的收入是来自读者的注意力换来的广告 还是读者直接给他钱 创作者都是毫无疑问的核心 但是我觉得web3或者是区块链 或者这种去中心的技术跟加密货币 给了一个更精细的产权定义跟价值切分的单位 让我们有机会把创作者的从这个100%的这个神坛上拉下来一点点 就是我们有机会以作品为核心 每一个作品都是一间小小的股份公司 创作者可能持有他80%的股份 另外20%的股份是可以分给他早期的支持者 分给他最忠诚的读者 分给可能很远的很远的读者 但是一点点一个一个小小的piece 这些就是那就变成我所谓的stakeholder economy 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部小电影 然后一本书 你可以想象假设我要写一本书 然后可能我在比如说关起门来写三年 在出版社出版大概能卖个1000本2000本 但是我如果从我的proposal开始 用大家熟悉的例子 我就发了一个nft的话 我能招募到早期的100个支持者 这100个支持者就不只是捐款者而已 或者回到端的例子 端的前3000个人就不只是捐款者而已 而是端的shareholder 他真的持有某一种被定义的端的股份 然后那他可以把这个股份卖掉 就他可能三年以后五年以后觉得端不好了 或者他不喜欢了 但是端可能有更主流的影响力 他可以把他当年那个三千分之一卖掉 他还可以赚钱 这件事情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也没有机会去实现的 我觉得今天不管是token 就是加密货币的这个工具 钱包 还是所有的这个web3的基础设施 是慢慢的让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这样的应用还没有出现 所有的人都在朝那个方向 不是所有的人 就是有一些人在朝那个方向走的路上 Matters也在 但是我想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stakeholder economy 因为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 可能我自己在跟公司同事聊的时候 我对Matters的愿景的描述 接近一种政治理想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理想 就是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村庄 每个村庄都不用很多人 但他们相互之间是能看得见彼此的 我们现在的脸书的问题就是 我们也是有很多村庄 但他们之间是看不见彼此的 因为这个大平台要集中收税跟收钱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去中心的架构 让这个演算法 就是让这个彼此看不见这件事情 是不太可能成立的 所以我想象的这个内容经济的stakeholder economy 是这个意思 就是每一篇文章 每一本书 每一个影响 每一个纪录片 每一个独立电影 每一首歌 它有自己的小社群 我觉得Discord已经有 或者NFT跟Discord的 在小圈子里的红火 已经有让大家感觉到这件事情的雏形了 但它离真实的很方便的使用 当然还有很长的距离 但是就anyway 对我来说 只要确认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就已经觉得很好了 那Matters 以现在来讲 你觉得它做到你刚刚讲的 这个大的目标的哪一个部分 做到了 让一部分发布作品的人理解到 就是去中心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比如说Matters 把所有的文章发在这个IPFS 就是这个去中心网路上 台湾香港可能感觉不深 香港其实慢慢感觉有深 在中国感觉是深的 因为会有很多人 翻墙过来Matters发文章 然后把Matters的节点 再传回大陆 在大陆是可以打开的 那就意味着 你确实是解决了 一部分的反审查这件事情 这个是去中心网路的一个 很基本的 很基本很基本的功能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被 对这件事情有痛感的人理解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我们在 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多了很多俄罗斯的用户 俄语的用户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人 然后因为就出现了很多 看不懂文字的 然后但因为Matters 有自动翻译 所以看一下就会发现 原来是因为俄罗斯 很多网站被关了以后 他们没有东西用 然后他们会探索 新的这个使用空间 这件事情反审查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清晰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实现读者跟作者的 第一个环节的沟通 就读者直接向作者付费打钱 Matters上现在其实 就是好像我们之前 算过GDP40万 还是60万美金吧 就是读者跟作者 直接的这个打钱 一半是法币 一半是加密货币 那这个是这个生态的第一环 那再往后就是 其实很简单 就是给作者打了钱的读者 其实我们有数据嘛 然后他可以获得一个 类似于stakeholder 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钱 变成NFT的 其中的一个piece的话 其实他可以很容易的 就转化为 他就是他的一个stakeholder 他可以把他打的钱 作为一张股份卖掉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走到 你可以说是离个愿景的三分之一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以及有人 有真实的人在用 所以我的 我听起来理解 就是说 你今天给作者 打钱的时候 其实你不是完全单纯的 纯赞助而已 其实你是取得一部分的 投资 投资权利 捐赠及投资 对 然后这个东西是 就像是你的股份一样 你可以做一部分 你可以做交易 或者是做什么其他东西 这样子 是的 我是西门丁飞地书店的老板张洁平 你现在收听的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那你觉得他离 说他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当然 持续发展 持续成长 当然是创业项目的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就是我们现在有十万 那我们想要走到二十万三十万 这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那有没有什么是方向 或目标上面的下一步呢 下一步 一个是首先先把 刚刚这个闭环完成 就比如说这个捐赠投资化 这件事情要被更广泛的 能够使用起来 这是产品上的目标 然后另外一方面 再下一步 其实我们是希望 因为现在大家要在 要用这一套经济系统 是需要来METAS注册账号 或者是用 现在其实已经不用注册账号 你现在用钱包就可以登录了 其实已经蛮去中心化的 但你还是要用METAS 这个工具来做 但我们其实并不想这样 我们下一步是希望 把METAS本身 作为你的其中一个选项 这一套经济系统 就是这一套 所谓的简单说是那种 捐赠投资化 或者每一个人都是 这个内容的一个小小的股东的 这一套经济系统和它的基础架构 你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前端上面 对METAS到News 只是其中一个前端 如果你是个工程师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 自己喜欢的前端 看漫画 或者是看独立影像 然后或者是 我们也希望这套东西 能够用在 比如说纪录片平台 或者等等 就所以它不是一个 它并不希望是一个 大家要用Web2的方法 去注册一个ID 进到这个平台 那因为这样的话 才有可能让创作者也好 读者也好 不管你走到哪个平台 你都随身带着你这些 property 跟你的这些share 对 这是下一步 再往后增长还没开始想 所以这样四年下来 它的商业营运是可以维持的 是来自于什么 就是它的一些 比如说收费的模式啊 或者它的营收的模式 是来自于哪里 我们最直接的商业模式 是来自读者跟作者之间的转账 Metis是会抽成的 交易 对对对 这个交易的 交易的这个抽佣 佣金 然后还有一部分 一小部分来自 Metis也会自己发NFT 然后这个NFT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 Metis的会员制 对这个直接收到的会费 当然也是我们的收入 然后有一部分是来自 做创作者社群的经济中间 因为我们持有蛮大一笔的 Litecoin的 那这个来自于 跟Litecoin的战略合作 那这一类的战略合作 我觉得比较像是 你有用户他有币 然后我们希望用 用现成的这个token 来给予我们的创作者 更多的创作者基金 但这部分的钱 不会用在Metis的营运上 而是全部都会返还社区 那所以 然后当然还有投资人的 投资人的资金这样子 然后目前来说 是大概这几个大的来源 所以基本上 就刚才讲到 其实这个四年的发展 我觉得以Web2的速度来说 是非常慢的 就是如果你以 传统互联网的创业速度来说 这四年搞成这样 就不要搞下去了 对 但是在Web3 它的问题就是 因为你周围的所有的基础都不成熟 你不像你现在 比如说我在微信的生态 或者是在哪里的生态 要做一个微商 对吧 真的四年搞成这样 我就可以回家种地了 对 因为它移动支付什么打法 都很成熟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在 因为在区块链的应用层 就是一切都不成熟 我们其实坐着坐着 可能这个 才有更多的人开始使用钱包 可能坐着坐着 IPFS的存储才能支持到 有一些多了一些节点可以打开 然后坐着坐着坐着 Polygon这些 Gas fee比较低的链才出现 等等等等 其实都是在这个状况下 所以应该是说我们的绝对速度很慢 但相对速度其实是挺快的 就是相对于 然后这个过程中 这四年里经历了两次 熊市牛市的大的转移 所以变成我们现在觉得也很好笑 就我们竟然是活过了两次熊市的人 对 然后所以到现在为止 实际上 我觉得因为这个区块链 这个圈子的泡沫太多 因为它就是把一切东西金融化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事情 就是把内容资产金融化 我觉得这当然会释放出大量的潜力 内容产业的潜力 把IP金融化 简单说就是把IP金融化 但是IP金融化 而且可以做到很小的单位 它当然一定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OK 就是但是区块链的这个圈子的特征 是把一切金融化 所以又会有很多团队是拿到钱之后 就忙着去炒币赚钱了 然后因为金融化中间的诱惑太大了 我们最初2018年的时候 拿到了150颗比特币的投资 那个时候是 好像是8000美金吧的时候 比特币在 我常常跟我同事讲说 我们真的是轻轻松松拿到的钱 辛辛苦苦的花掉了 就是如果那时候没有什么都不动 我们拿到钱之后 我们就真的什么都不动 把它就这么放着 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出去度假 然后到 四年回来 四年回来 我们已经可以做大概十几倍以上的事情了吧 或者就干脆就是分分掉算了 对吧 但问题就是我们 我们真的没有 而且我们就是放在自己口袋里的钱 几乎就非常非常少 然后以至于 我们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把比特币换成法币 我们就是用比特币当做一个存储 结果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 就是第一波熊市 比特币掉到大概两三千美金吧 我就已经就是公司生命周期 本来可能有三年五年 现在就瞬间变成只有一年 然后就开始进入非常悲惨的这个状况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应该 我们可能也是学了很多教训 就是说 因为你在泡沫很多的时候 不要想着去捞泡沫挣钱吧 就是对我们来说 因为想相信这个去中心的理念 对这个IP金融化这件事情 对内容产业的潜力的释放 我们是真的相信这个方向 所以就是一直在这儿走 但是你不能回避的 就是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外力 会把你 比如说因为比特币的贬值 你突然就只剩下一年的生命周期了 你很多计划就会停滞等等等等 就是这种 这也是我自己 在这一次创业里面 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一些经验跟教训吧 所以这个真的是蛮恐怖 也蛮刺激的一个 超级 经验 当然我自己觉得这是我的问题 我是一个对赚钱的欲望很低的人 我觉得这是我创业的最大的命门 就是这其实是不应该的 但是可能偏偏好 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 我觉得我但凡是一个对赚钱有点欲望的人 我们就不会再做MATS了现在 150个比特币干什么不好 干什么不好 我们去收藏NFT现在也火了 对啊 就是在当初的这个投资来讲 就是单单从2000到现在是2万嘛 那之前还有曾经到6万 6万 对啊 对啊 有的时候就算了 这个账不能算 真的很可怕 对 OK好 那我刚刚在想 就是MATS到现在 的确像你讲的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路要走嘛 但我后来在包含了很多访谈 跟后来跟你 就是有前一阵子5月的时候 有一些聊天到现在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到你的 你有一些移动的轨迹 包含你在端的时候 想要做的 两岸三地华文的这样子的东西 甚至你刚刚提到的 不同地区的 组员 同事 他们会怎么样看这同样的内容跟讨论 那你自己是从中国 然后到香港念书 在香港做了十几年的 这个媒体 然后现在 现在在台湾 其实台湾还有一个书店 真的很过动 对在台湾这边 又经营的另外一个 算是一个事业啦 还是一个事业 对对对对 那你怎么看待自己这样子的一个 虽然说你刚刚讲说 端的读者 包含你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很核心的读者 就是一个移动性很强的 Movility很强的一群人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的 包含的认同也好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转换呢 我现在就是简单的常常会觉得 我就是过动吧 可能没有开玩笑 你是说如果是说身份认同的话 其实没有认同也可以啦 因为我自己 我一直不那么觉得 国足认同或国家认同 是一个这么必要的事情 对对 我应该就是一直在追求一个 没有认同也能活着的世界吧 就是没有很强烈的身份认同 或者是有多种变动的流动的认同 就好像很多人的性别认同一样 对吧 我今天觉得我是女的 明天觉得我是男的 为什么不行 对吧 我们如果对性别可以这么宽容的话 为什么今天是中国人 明天是台湾人不行 对或者是今天是台湾人 明天是中国人 好像也不行对吧 就是也是很很大的 这个我们都会认为是 对你们原来国足的这个背叛 对我好像觉得我 我觉得跟我自己的经验有关 就是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 就一直一直一直被问 你到底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这样子 我通常在描述自己的时候 都会用很长的话来形容啦 我都会说我出生长大在中国 然后我在香港念书跟定居工作 然后现在还要再加上后面一小段 对我就会用我的客观的经历来形容 我觉得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看到了很多 在身份认同这一个维度之外的世界的多重宇宙的可能性 我不认为 就是应该是说我不认为身份认同不好 我只是偏巧没有这么强 然后以及我看到了 因此看到了其他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们如果只有那一种可能性 有点太狭窄了 而且确实这个世界上很大的纷争和战乱 都是因为我们只有那一个维度去看世界 至少我觉得我很幼稚的这样子去讲吧 显然不只是这样子 对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的一个执念就是刚刚是说 我希望有一个世界是没有认同 也可以好好的 就是没有固定的认同也可以好好的活着的 然后这样的世界跟我刚刚讲的公共空间 可能有一点关系 我好像对公共空间这件事情有某种 我现在自己也不是太说得清楚的一种执念 就是很古典啊 就是大家的观点不同 然后但是在那个空间里可以有沟通 而不必有非要打起来不可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那个端 作为一个比较相对精英化的输出内容的媒体 还是Matters作为一个相对 可能草根一点 就从下而上的社群的 就是内容社群的这个平台 再到FID作为一个 FID对我来说其实是另外一个媒体 对我只是我在用你刚才说到的 用最小规模一两个人的人力 开始做的一个新的媒体 有点这个感觉 但是那个其中的 就除了对内容产业本身的流变 跟参与的这个思考之外 就不管是IP啊金融化等等 另外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 就是我们怎么样给很不同的人 建立起一个空间 让他们可以和平相处 可以不理对方 但是不要打起来 我觉得我的好像的一个执念就在于这里 那不打起来的前提就是 有一些基本的沟通吧 然后有一些基本的对对方的好奇吧 因为我觉得这样对自己也好 你就会永远有一个他者的视角来看自己 对我就好像是 就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执念 你的那个他者视角 我觉得好像贯穿 对 很多 很多你在做的事情 是的 但这个他者视角是 你觉得是从当记者之后才开始的吗 还是你觉得你可以回溯到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样子的 原生家庭吗 感觉进入到心理分析的 酒还在那边 这个多喝一点 我觉得记者有加强这件事情 但是小的时候就是 因为我家里是三代四代的移民 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跟他们的爸爸妈妈 还有跟他们的儿子 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然后和我 就是都生活在不同的城市 就是这个几代人 经历了四五个城市的迁移 那当然跟中国当代的这些变化 不管是战争 建设 政治运动 都有很多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 我其实来到台湾之后 看过一个小说 虽然大家现在已经很多人都不看他们了 就是那个眷村 我的眷村兄弟 应该是朱天欣写的吧 对 他里边有一句话叫 没有亲人买骨之所 称不上故乡啊 就是你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亲人在这里掩埋的话 就是你没有 没有祖坟的话 对对对 没有祖坟 对 讲的比较优雅 没有祖坟就不是故乡 我没有生活过在一个没有 有祖坟的地方 我生活过的 我小的时候都没有拜拜的经验 就我生活的地方 就是我跟我爸爸妈妈三个人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有这样的经验吧 所以我一直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不同的他者视角里穿梭 因为中国很大 所以不同地域之间相互的张力并不比中港台之间小 就是南北歧视跟东西歧视之间也是很大的 我在南方会被认为是北方人 在北方会被认为是南方人 就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好像就一直在这个视角里穿梭 但我觉得但我另一方面从中间感觉到很多幸运 因为我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记者的经验加深了这一点 就是加深了给我的这种自身经验的直觉 增加了一个历史跟社会分析的维度 就是因为在香港做记者 其实是有机会去采访非常多中国的当代史的 那些没有到现在为止官方也不承认 或者没有办法被好好地说清楚的事情 文革也好战争也好 然后因为我有机会采访很多老人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然后你真的就会发现 刚刚说的我生命中那些很偶然的时刻都不是偶然 就是他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兄弟两个人去火车站 一个早了十分钟一个晚了十分钟 最后就一个在台湾一个在中国 然后就发展出两个非常非常不同的家庭 然后他们的小孩可能会相互仇恨之类的 就是你会发现那些那些你以为的偶然 都不是都是这个历史跟社会的变迁 也就是短短一百多年的这个变化 中国广义的中国作为一个过程 作为一个仍然在眼镜中的过程所造就的 我觉得当我意识到这些偶然都不是偶然 然后而我们的命运是完全有可能互换的时候 其实给我的震撼是很大的 我突然就发现说 就是你的你的此时此刻此生的你的命运 不是理所当然的 你真的是投胎一个投错 你就会投到另一个人身上 都不是投胎 就是就是真的是 而且是后天的 对甚至都是后天的变化 对所以如果你的此时此刻此时拥有的这些东西 不是理所当然因为你是香港人 因为你是台湾人 因为你是中国人 好像你就天生应该有这些东西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们更应该去理解另外一个视角 因为你稍微是个世界变一下 你就会变成他 香港现在就是这样 香港现在面临着五年之后 香港人就会被当成中国人了 香港的曾经支持运动的人 就会面对跟当年中国自由派一样的命运 你再自由也好 你出去还是会被当成是极权的拥护者 就是真的是香港人怎么可能想到自己会有这样一天 就是我那但问题是真的就是这么的无常 所以我才觉得我们在此时此刻自己有的这个稳定的 好像岁月静好的稳定的现实力 多一点点他者视角 有一天发生变化的时候 一个是你不用那么惊慌失措 另外一个是真的有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多一点点于心不忍 我觉得这都是很 对啊就是很基本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悲剧就太多了 当然anyway悲剧还是很多 对 如果如果顺着这个的延伸的话 你刚刚说当记者是强化这个他者视角 那但是我另外反过来问的话 就是选择当记者跟这个有关吗 没有记者也是个偶然 跟我记 我觉得当记者这件事情跟我接下 飞地书店有点像 就是一个好像走到那儿就 就很顺其自然 就是非常不是一个 完全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事情 但你当记者是因为你去念港大的关系 对但我 我这个经历以前 跟就是我到香港也是个偶然 因为我当时 本科在广州的中山大学 然后想要出国 这个是真的 就是想要离开中国 这个是非常强烈的 确定的 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政治理念 就是所有的人那时候 都在出国 成绩好都在出国 对 所以我当时本来是要去美国的 我申请了一堆美国的学校 然后也拿到了几间 纽约波斯顿的这个offer 念经济吗 我当时念的是 没有没有我念的是传播学 我其实对传播理论 你说你申请的是传播 对我申请的是communication 我其实是对传播学的理论感兴趣的 香港是我唯一申请的一个亚洲 就是靠近家乡附近的学校 然后香港大学没有传播学 只有journalism 而当然香港最好的大学 就是香港大学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根本也不知道香港其他大学 就申请了这一个 然后我当时是跟我当时的男朋友 一起申请的 然后他没有申请到美国的学校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了香港 香港 OK 就是这么的偶然 对啊 总是有一些原因的 对对对对 我是念了新闻 才知道新闻在干什么的 嗯 所以我念新闻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 我家里人其实都很惊讶 因为我从小不看媒体 不看报纸的 我是看 我是文学经验 所以后来 反正就 既然念了 然后毕业了 就 呃 念了之后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因为 我突然发现 这是一个 呃 我觉得那个 我的那个动力来自于 我到了香港之后发现 我小时候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对的 嗯哼 新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 最快的去重新了解中国的真相的这么一条路 所以就是 这是我有很大的好奇跟动力 OK 好 好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刚刚讲说 呃 飞地 对于你现在来讲 可能是另外一个媒体的呈现形态 这样子 那呃 我相信可能有 我们有些听众可能并不知道 飞地 书店这一个 这个地方 或者它是个怎么样 那你为什么觉得它是一个 媒体形态 然后你现在 想把飞地弄成什么样一个 的媒体呢 对于还不知道的听众朋友 这个 中华路一段一百七十号 希望主持人不要剪掉这一段 台北市 对对 台北市中华路一段一百七十号 对 它是一个位于西门町的书店 很有意思 因为最初 我不是要开一间书店 我是要接手一间书店 因为这个书店的前面两任的老板 都是移居到台湾的香港人 然后他们都在同一个位置 开了不同主题的书店 但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所以在上一任老板 全家要移居 从台湾移居去英国的时候 机缘巧合的 我就一时冲动接下了他 然后我接的那一刻 我并没有 我觉得跟我之前的若干次创业 都有点像 就我并没有太想清楚 这件事情到底要干嘛 但我只是觉得 我有感觉到需求 就是我有感觉到 那个社群的需求 就是因为我在最后一周 看到很多人 看到很多香港的读者 就是移居到台湾的香港人 去依依不舍地告别那间书店 然后我有感觉到 社群需要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一个被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也觉得 现在这么多 首先这么多香港人移民来台湾 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我也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地方 除了香港人之外 除了台湾就是多一个他者视角 就是我好像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方向 然后又有人需要 那就应该让它happen 然后真的开始开之后 其实很快就意识到了 因为当我们当我在选书 书店表面上是一个卖书的场所嘛 但是坦白说 你如果只是卖书场所 是跟真的不要开了 就是肯定挣不到钱的 然后那变成你要搞活动 然后所谓的搞活动 不就是agenda setting吗 不就是对媒体来说 我的完全的思路就是 设定议题 对就是设定议题 然后你要吸引流量 然后流量转化成销售 或者转化成订阅 因为FIDA也有自己的会员制 然后这个模式是一样一样的 而且书 你卖的东西是书 你的核心商品是书 书本身就是内容的载体 然后你要选什么书 推什么书 你背后都是有很强烈的内容的思路的 所以对我来说 定期的去推FIDA3书 就是我们会把三本 看起来表面上不相关的书 放在一块 然后做一个迷你的小书展测展 去跟读者讲说 为什么这三本书一起看 可能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等等 我们会在脸书上写很多这种帖子 就一开始的时候 有帖子很多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写着是写着 我就发现 我这是在做一个书评杂志 对因为你要去介绍书的时候 你就要去介绍它 你也不想说 只是把出版社印在书上的字抄一抄 其实说实话 那样读者也不会太被打动 你想从自己的角度 去加一点自己对书的理解 我就已经开始写书评了 然后你把三本书放在一起 去做个测展 你把一整个书架放在一起去做说 我为什么要选这样香港的五十本书 为什么我要选科技跟未来 我选了这二十本书 我就是每天都在不停地做内容的 Curation 这不就是媒体做的事吗 然后活动会变成这里边的一个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呢 这个书架就是我的Daily News 然后活动就是我的深度报道 然后护照就是我的订阅制 就这样了 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说 而且书店的商业模式比媒体清楚多了 因为每卖出一本书 我都是好歹都能赚到一点点钱 对 所以我还在跟朋友说 这是我人生中做过的第一件 有清晰的商业模式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开心 最扎实的声音 非常扎实 对对对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 邀请杰皮来 马六平你喝一杯聊了非常多 那今天当然这个酒喝的没有很多 但我们还是谈了一些过去很多的事情 对没有空喝酒 聊了很多跟一开始端成立的事情 然后到后来的Matters这样子的创业 跟到最后关于现在新的非地书店的一个 我们就把它叫做新媒体 可以可以可以 空间 以前很多人讲新媒体 我都觉得很头痛 但我觉得的确媒体 它的心就很相对性的一个论述 所以或许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媒体的形态 也希望你今天听得开心 谢谢 谢谢杰皮 谢谢大家 谢谢酒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